刺激性的接觸性皮肤炎 岛上突然爆发奇怪皮肤病 澎湖跟花林的医生隔海 透过视讯抽丝剥茧 分析各种可能 因为诊所外还有好多病患排队等答案 冬抓抓细抓抓真的好痒好痒 有些已经红肿破皮 虽然目前还没找出真正的病因 不过花莲皮肤科全为医师 从环境上分析 推断可能是这个原因 目前就是认为是一个 刺激性的接触性的皮肤炎 那这样的情况 当然就是可能跟空气环境 或者是一些植物 一些情况可能是有关联 不过卫生局说 最近社区内常常有毛毛虫出没 也不排除是被截肢动物叮咬 又或者是虫寄生在候鸟家庭上才会造成 不过接下来就要迎接国庆廉假 疫情还在延烧又爆发皮肤病 让有些游客持续观望中 饭店民宿已经接到询问的电话 但大多民众认为做好防护措施 就不用太担心 尽量外套都穿着 就不要接触到外面的空气 有时代常受的衣服 还有一些舒缓的药杆 医生提醒真的不用太恐慌 若皮肤有类似症状 先用清水冲洗再擦一些抗过敏的药膏舒缓 并强调一定会尽快找出答案 TVBS新闻城镇吴亚澎湖采访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